我记得看过您引用的一个研究结果 就是一个人的朋友对他的健康的影响 如果他的朋友是个胖子的话 他胖的概率也很高 是这样吗 它这个是实际上就是健康网络的一个概念 就是哈佛大学有一个7万人的叫心脏研究 已经大概有30多年了 他就通过这研究形成了大量的数据 就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的社会网络 这个社会网络特别有意思 第一个社会网络它排斥的是品德 就是说我这个流氓就是流氓圈 对吧 你这个好人就是好人圈 他先是以品德就来做这个 就物以类伎人以勋分 对 在肥胖病问题上是这样子的 因为就是你的这个群都是喜欢锻炼的 时间长了之后 你在这群里就待不住了 你就说 我的朋友怎么都那么健康 都那么着 就是他们的不是说唱卡拉OK去 他们一到星期天是爬山点 那爬山我不会 慢慢就出局了嘛 就这么样一个道理 这个结果是因为胖的人更容易跟胖的人交朋友呢 还是因为我跟胖的人交朋友影响了 我也会发胖 不是 不是 是你这个健康的人从事的社会活动 是你格格不入的 比如说你的朋友里头 就是他的只要有时间 他要约你做的事情 是一个健康的 是一个健康的 而有你想做的 是大吃大喝 吃的 就酗酒 完全是不一样 那你就出局嘛 然后我也进不了这个酒鬼这个群 所以呢 在中国呢 有很多酒鬼群啊 就是说 一到周末 哎 老张老李 来喝酒了 那我就永远进不了那个群 因为我不会喝酒 或者说我一喝就醉 所以时间长了 我就觉得难受 那我就会自动的脱离那个群 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他最主要的 不是心理的 最主要的 就是他社会的互动 也融不进去 嗯 那并不是说 我跟胖子交朋友就会胖 胖子这个 或者说他与 他不愿意运动的人呢 他会选择一系列的 就是 就打发周日的一个方式 啊 比如说 他会说 那咱们就是 购物去 嗯 购物去 也也走路 但是有的人就说 我们爬山去 完完全全 不同的社会 不是因为你胖 他排斥你 而是你不能融入 他的社会生活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 就能够看出来 其实影响健康的因素 有很多是 就跟我们原来想象的 那些概念是不一样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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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